这两年脱口秀发展很快 内容也丰富很多 18年的时候 所有演员都讲自己穷 这有一点不好的影响 会让观众同情我们 我坐地铁碰到观众 他说杨博 我给你刷卡吗 我说不用 我就住这 然后躺在了地下 最近呢有了一点点知名度 生活少了很多快乐 我去逛鬼屋 被鬼认出来了 他说你是杨博吗 我更害怕了 他还把守鬼叫了出来 排队跟我合影 路过的人都傻了 看着我 你是阎翁吗 我名字非常大众 去搜索引擎输入杨博 第一个字条是杨博修脚 大企 全国上千家店 别人名字有书卷器 我名字有脚器 你们也能听出来 我最近快被节目压力逼疯了 写了很多非常奇怪的笑话 给你们讲一个 我有人格分裂 但一直没人发现 因为我另一个人格 不会说话 不好笑吗 我就说不行吧 我说一下 我2021最内疚的事情吧 邻里和谐真的很重要 我楼下301的小伙 每天抱怨302大爷 把垃圾放他家门口 天天吵 我找到301 我说兄弟 你才20岁 那大爷都60了 他打不过你的 两个人真打了起来 大爷被送进了医院 我很内疚 再也不把垃圾放三楼了 编的啊 最后我想说 我写的笑话很奇怪 我知道 我就喜欢这样奇怪的笑话 我也是 你不是不会说话吗 讲完了谢谢